8月21日有网友曝光李淡朋友圈 一宣布和老婆黑尾匠离婚 我和点点确实分开有段时间了 感谢关心 媒体求证了此消息 李淡工作人员回应 两人已于今年年初友好签署了离婚协议 谢谢大家的关心 据悉李淡2018年在节目中透露与黑尾匠完婚 两人无论是恋爱还是婚姻一直都十分甜蜜 不过今年李淡与黑尾匠合资的公司注销 黑尾匠清空了社交平台 一直被传婚变的消息 正下得到了官方的证实 情人节 飞飞给少鸦买了一个挺好的包 挺贵的 你给我买啥的 别喝了 你看人家飞飞 这包 都能买啥的 孩子的 我啥也没有 就在这儿哈哈 感情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吗 感情只能说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它可能是好 但它也可能是坏的